台灣教授協會的呂中金會長為大家講幾句話 歡迎呂會長 謝謝各位朋友 謝謝各位朋友 各位來賓 今天台灣教士協會 來鼓勵喚吳修協會成功管理的專民台會 最重要的是 要希望有一個項鍊 讓我們全國國際的服務業者 可以有一個機會 總統在這個地方來發聲 對這邊馬政府和中國簽的協會 在裡面沒有討論、公平、平常 為害台灣的經濟社會和國家安全 這種勾勾呢 我們要提出抗議 很驚訝呢 我們總共有十三個學者 如果有請 五位專家學者 現在呢 來跟我們說這個 黑心協會是怎麼考慮 也有請我們政黨的領袖 跟我們國會的領袖 跟我們民間的領袖 來跟大家說 未來我們台灣要怎麼 來做動這個黑心協會 所以大家很感謝大家 來做會 來團結站出來 在專民台會裡面 希望今天呢 我們今天就是 站出來 要跟這個國會說 因為要拜祭 就要鼓勤這個入市會 所以呢 我們就是要 一般國會的立法委員 要把這個黑心協會 把他拿回去 讓他們同期在談判 所以 請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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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來做會 跳出來 請到現在 要生存權利 要生存權利 反黑箱協議 反黑箱協議 要生存權利 國民大家好 大家好 萬華政府 如來 如對台灣人 欺負後有夠疼 在黑箱協議 在一個失敗的政策 之後 都會簽 國務部的協議 這個協議 如果簽到議後 不但台灣的中小企業 會受到很大的損害 中國人的大伏 一伏一伏一伏 一天一天來到台灣 因為 貨物業 本身有 靈靠 移動的問題 他們有來這裡 島主 就能有人來 這個政權跟美國 日本來台灣島主 不一樣 日本跟台灣 美國來台灣島主 他們不來 他們錢來 他們不來 因為他們不需要來 因為他們要 國民台風 他們的修理 比台灣更好 他們不必要來 在這裡他們有來 他是外國人 他要遵守 我們台灣 是台灣 中國 美國是美國 台灣是台灣 日本是日本 他們是外國人 但是 他要求他們的修法 中國人來台灣 是同一國 他們是同一國 像現在我們看到 中國先來台灣 不然拿來 總學金 他想要 給國民保險 我們健康保險 他們不需要讓他 他要求他 因為馬英九的頭 這個政府 他的修法 他一直說 說台灣跟中國 一國 政府有這種修法 大家來說 他們的人口 來到台灣 這是對我們台灣 不是我們只有 三個問題 有國家安全的問題 也有 社會問題 也有 很多 各種問題 所以這次 國民黨政府 在簽這個 公共無約協定 在全國反對 因為這是馬英九政府 政府 將台灣送給中國 走向統一的一個方法 一個方法 一個步驟 我們相信 這班人 孫雄通過 後來沒到明年 他就要拿出 好兵 簽約 好兵 冷兵 好兵 通一的簽約 馬英九也在想 他怎麼跟中國的領袖 中國領導者 習近平 去那裡悔談 記民 他的夢想 就是要跟中國的領袖 中國 國家主席 記民 大家 擔任何 安裝 統一的事情 所謂我們台灣 支持台灣 導致的朋友 沒有要有中國 統治的各位朋友 大家要拚起來 現在我們絕對不能用 我們馬英九政府 讓母母的協定 讓他們通過 我們也要 讓國黨的民意代表 立法委員 一定要轉零著計 雖然 民主席 武當 和台南 這次 武當不是他們辦的 但是兩黨 都很高興 來參加我們武當 從今天 明天在 特別 拜 拜祭 我們這些團隊 聯繡 一直辦 辦很多武當 在這個地方 在日本的府軍 來辦活動 來標示 我們反對 公務 無緣 協定 也反對 台灣的公共同意 我們堅持台灣的特徵 堅持台灣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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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持台灣不是中國的 台灣和中國是一邊一邊 我們大家努力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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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協議監督聯盟 召集人 賴鍾強賴律師 大家好 大家安安 馬政府 他說 這次這個 兩岸 服務貿易協議 馬政府的講法 他告訴我們說 只有中資會來 中國勞工不會來 各位可以放心 馬政府說 在批評他的人 都是誇大其詞 我今天就是要告訴各位 馬英九這個講法是不對的 為什麼不對 第一個 大家把服務貿易協議 它有一個承諾表 特定承諾表 就是台灣對中國開放的項目 中國對台灣開放的項目 大家把那個承諾表拿出來看 裡面有一個第四項 叫做自然人呈現 自然人呈現 自然人移動 就是中國的人 會來到台灣提供服務 這個就是標標準準 非常典型的中國勞工會到台灣 只是他不是做製造業 他是做服務業 這個證據夠不夠清楚 非常清楚 白紙黑字 有自然人呈現 自然人移動 就代表 中國的勞工會來台灣做服務業 馬政府不要騙我們 這第一個我要跟大家報告的 第二個我要跟大家報告的 其實馬政府這幾年來 早就準備要開放 讓中國勞工來台灣了 有三個門 我要跟各位報告一點細節 第一個門叫做 大陸地區經貿專業人士更類 甲衣秉町物己更新人魁的更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大陸來台灣投資以後 他的董事監察人可以來台灣 每投資20萬 投資20萬就可以有兩個董事來 這個是更類 另外還有一個大陸地區 經貿專業人士新類 他是什麼 他就是主管及技術人員 只要陸資來台灣投資 中資來台灣投資 他的主管及技術人員 就可以來台灣 投資30萬就可以有一個人 我要特別跟各位報告 剛剛講的兩個人 不是說這兩個人 兩個董事自己 還包括他所有的家人 配偶子女都可以來台灣 所以投資30萬 是9個 是9個 是投資30萬 是3個家庭 可能9個人來台灣 第三個門 第三個門 叫做跨國企業內部調動 跨國企業內部調動 所以總共有這3個門 是要開放中國的勞工來台灣 絕對不是沒有 所以馬政府是故意騙我們 我們不要被騙了 所以我們要繼續 繼續在這邊堅持 監督立法院 讓立法院不可以做出 侵犯到大家生存權的工作 謝謝